大家好,我是一边学院的讲师晴天 随着安装模拟器手游的信息 然后本期小课程将带领大家一起学习 如何制作模拟器手游的脚本 然后我们的话 既然要制作一个安装模拟器手游的脚本的话 提前我们就需要准备一些必要的工具 对新手朋友来说要去准备的 需要哪些工具呢 其实的话 就是一个编程软件 我们这里是使用一言来编写 要下载一个应言 然后模拟器的话 我建议大家是安装一个逍遥安装模拟器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网站 然后逍遥安装模拟器 我们可以摆动一下 逍遥安装 安装模拟器 然后就是这一款 它的效果的话 它的性能的话 还比较不错 还可以 然后一元我们列个单子 工具的准备 工具的准备 一元 一元软件 编程软件一个 还有就是模拟器 既然我们要做模拟器 手游脚本的话 那可能要准备一款模拟器 下面这一款逍遥 大家自己去下载 然后 我们的话 要用大漠插件来制作的 所以我们还要准备大漠插件 这里分为免费版和收费版 免费版 收费版 收费版 我们的话到时候用免费版的话就可以了 当然你有收费版也可以啊 然后 我们还需要一个 几款啊 还有还需要一个一元 模块啊 功能强调的一元模块 然后就是远含模块 这四种 有这四种的话 我们就能制作出啊 针对于 模拟器 游戏啊 就相当于这些 看这里 这些什么梦幻大花啊 这些东西啊 我们就可以制作属于自己的 反人工啊 那个脚本 然后的话 至于模拟器的话 大家自己下载 但其他这三种的话 其他这三个的话 我到时候会 放在碗盘上面啊 这里都有了啊 都有的话 我到时候我会放到我们的 网站的论坛里面 一元 这一块 论坛里 我们会发到这里面 让大家下载的 然后至于 课程的讲解方式的话 我正想啊 到时候我会 每一刻都会 都是会连贯连在一起 然后 一步一步下来啊 大家只要 大家如果有预言的基础就更好 如果没有的话也没有关系 大家只要 按我的流程一步一步下来的话 那么你的肯定也是可以用的 然后我们的工具准备的话 我们第一节课的话就这样子 下一节课我们要不就讲一下 一旦我们使用预言的话 我们怎么调用一下我们的这个大部参见 这是很必要的 就是说 这是一 一 然后我们爱 爱的话 可能就是 如何使用我们的预言 调用大部参见 就是这个啊 因为我们课程的话都是 从最初开始讲 就是这样子 我们如果连大部参见都不会调用的话 我们接下来内容就讲下去 那这一刻就到这里啊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